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屈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 演艺之星真的要来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也就是一周年的时候 不是举行过一次演艺之星的投票吗? 小屈忘了当时选出谁了 毕竟真的太久了 不过这次又有消息放出来 那就是上一次的演艺之星的皮肤即将上线 根据这份消息说的 上一次的演艺之星当选的分别是 红蝶,医生,几时 这点小屈也不清楚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距离投票结束已经过去超过4个月了 那么按照去年的演艺之星上线的进度 这意味着这些皮肤早就应该制作完成了 那样的话上线也就是时间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上线就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绝对不可能在普通的日子上线 如果按照现在的节假日走 接下来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 两个节假日 中秋节去年上线了一个调香式蓝皮活动 而国庆节的话 去年小秋刚好退油了 所以没关注 但作为一个七天小长假 活动和皮肤肯定不会少 所以演艺之星的上线 小秋猜测应该会在这两个时间上线 但根据这个消息所发布的信息来看 而是猜测在中秋节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反正小秋猜测应该就在这两个时间点之内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快乐是准备好了吗 你的快乐是够了吗 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走 三款演艺之星的纸皮 至少需要1.5万左右的快乐死 这可不是一个小树木啊 有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很无非 但有时候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快乐死机长的就更快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展示刀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